老外准备了一大袋沙子 只是为了看一下放到熔炉里面加热能不能得到玻璃呢 在熔炉里面加热了一段时间 当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沙子好像是被烧成了灰一样 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玻璃 这么一个熔炉的温度也确实非常的高 接下来老外就往里面放了一个玻璃瓶 过了没多长时间这个玻璃瓶就已经融化了 就好像是塑料的一样已经瘫倒在了熔炉当中 又加热了一段时间已经完全融化了 对于老外来说真是什么东西都能往里面扔 这不又准备了几块肥皂也都放到了熔炉当中 感觉熔炉里的火焰比之前燃烧的更剧烈了 当然用熔炉来融化一些金属也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老外就发现家里有一大堆游戏壁 反正放着也没有用 称了称大约有1.7公斤 于是就把这些游戏壁给放到了一个干锅当中 很快就给塞满了 然后放到熔炉里面加热 没想到里面的游戏壁还真的就融化了 就好像是对着冰块加热 冰块融化变成水一样 轻轻一搅拌里面大部分的游戏壁都已经融化了 接下来就到在了木区当中 得到了两个履定 经过处理之后 看起来也是闪闪发光 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行为呀